好 这节的欢迎大话题来聊聊科技富豪伊隆·马斯克 他在这个月的26号就达成了他收购社交平台Twitter 那如今改名叫X的一周年了 而在老马入住之后 对平台的一连串改动这个评价也是非常的两极分化 而且他的狂想曲还没有结束 根据商业媒体Business Insider报导 指出马斯克还有X的执行长 亚卡里诺他们对于平台发展的空间 还有赚钱能力有很大的期待 他们的愿景之一就是要让X加入金流支付的服务 夹带着广大的用户体量的优势 发展数位银行 这样就能增强用户的依赖性还有粘着度 其次马斯克还想让X加入因缘属性 发展订阅制的交友功能 其实用想的会觉得有点离谱有点抽象 但其实X本来就是社群平台 那背后的活跃用户量将近有6亿 那只要做一些实名制跟认证之后 就能把这些用户资讯转换成可以赚钱的人肉配对资讯 这背后的商业逻辑其实是非常符合马斯克他想要榨干X所有收费服务的可能性的 但虽然马斯克对于X商业价值的多元性有许多的想象力 不过有些机构跟媒体却并不看好还泼冷水 像是纽约时报他就引述了不同的研究机构指出了一个结论 那就是X被收购之后它的有害内容是大幅增加的 特别是平台强调的言论自由跟开放性就像是一把双刃剑 好处是这个言论审查影响小尺度大 那坏处就是资讯量爆炸而且真假混杂 也就成为了俄乌战争还有最近的尾巴冲突 种种假消息暴力还有恐怖内容发布的最大温床 而且X目前的估价也可能会让当初金元马斯克收购的财团笑不太出来 当时包括了摩根士丹利美国银行还有巴克莱银行等等在内的七间银行 提供了大约130亿美元的贷款用于收购案 但之后X的估值是不断的下跌 这些银行如果出售债权呢 那恐怕将承受20亿美元的损失 而且可以肯定的是 无论X平台2024年之后的发展走向 是好是坏 那它绝对都是用户 投资人还有商业机构 茶余饭后最爱消遣的话题之一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